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兼顾直升机垂直起降和固定翼飞机高速飞行的特点 也正是因为如此 鱼鹰还有一个响亮的绰号 叫做空中的变形金刚 然而就是这样一款战机却让美军头疼不已 接二十年来 在鱼鹰身上各种事故层出不穷 而且每一次都是击毁人亡的大事 但即便是如此 美军对鱼鹰寄予的厚望可是一点也没有减少 前不久有消息称 美军正在为鱼鹰安装武器 试图将其打造成一款攻击机 那么 变身之后的鱼鹰究竟会有怎样的威力 美军全力打造武装版鱼鹰又到底有什么目的 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014年12月初 美国新概念飞行器鱼鹰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与以往不同 这一次鱼鹰受到广泛的关注 并不是因为它发生了什么事故 或者是出口给日本 而是因为一次美军的秘密试验 据报道 近日在美国陆军同试验场 鱼鹰进行了一次制导火箭弹和导弹发射实验 这意味着美军正在尝试为鱼鹰加装武器 未来这款新概念飞行器很可能从一款运输机摇身一变 成为世界上最为奇特的攻击机 鱼鹰轻转悬翼机是美国贝尔与波音公司联合研制的新概念飞行器 这款飞机一经问世 就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空洞 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利用悬翼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 而在飞行过程中 两个悬翼又可以转向前方 为飞机提供推理 从而使鱼鹰可以像固定翼飞机那样高速飞行 可以说是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的完美结果 而这听起来有点像美国F35B这样的垂直起降战机 然而相比之下 鱼鹰这种飞行方式的技术含量和难度 要比F35B还要高 自2007年服役以来 鱼鹰一直承担快速运输的角色 从去年开始 美军开始测试为其加装武器 据报道 美军曾在悬翼运输机的机头座舱下部 加装了一部加特林转管机枪和两具小型对地打击的导弹 火箭发射同志 而美军的最终目的可能还不局限于此 据有关资料显示 之前美军还在亚利桑那州油马实验场进行了一系列测试 以验证鱼鹰具备为战斗机空中加油的能力 而且还可以作为电子战平台和通信节点 我们说鱼鹰本身就是一款非常特殊的运输机 那么现在美军还要赋予它更多的使命 要在它身上安装武器 那么很多媒体就分析 未来美军希望把鱼鹰运输机打造成一款攻击机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 您觉得具备可能性吗 完全可能 美国已经把C130运输机改成空中炮件 它就把它改成AC130 那么那个飞机的外号叫空中炮件 就它在那上面装了一个125毫米的大炮 40毫米的机关炮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其他 那个六管的转着打的那种航炮都装上去 所以那个飞机的火力非常之强 但它的攻击方式很有意思 它围着目标转圈飞 绕圈飞 单面打 就像那个咱们打比方球的那个直拍选手似的 正手能攻 反手不会攻 所以只能超 比如说那炮从右边伸出去 那只能往右边拉 不能左边伸出去 只能上左边拉 对于V22鱼鹰来说 它不但能用这种转圈的方式攻击 它还能用悬停的方式攻击 就我把那个悬翼朝上成直升机了 我就在悬着 我就在这不停地打你 只要你打不着 我就实际打你 所以它比C130可能攻击方式还要再多一种 但是有人会问了 这样的一个运输机又不大 而且稳定性都会成问题 加装什么样的武器才合适 目前来看的话呢 鱼鹰已经搭载的武器的话呢 它是以对地攻击的直秒火器系统为主 那比如我们空过一些图片的话 可以看到 比如说它在侧舱 以及它的那个尾舱可以加装一些那个机枪 就叫火力战 那么包括M2那个12.7毫米的大口径机枪 以及那个刚才宋老师已经提到的多管的 比如气管的那个7.62毫米的迷你钢那个旋转的那个旋转管的机枪 这个都是可以加装的 此外的话呢 已经有多家公司给那个鱼鹰的话提出过一些构想 比如说在基辅的话加装一个遥控的那个武器站 这个遥控武器站的话可能基本上是以机炮为主 那么这个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对地进行直秒火力攻击 打一些那个在近距离上攻击地面的一些点状的目标 这个是鱼鹰包括其他的那个武装运输机都可以 都可以担负的任务 是加装便饭的一方面 此外的话呢 也进行了一些常规的一些空射武器的实验 比如说这张图片上就是进行的是一个那个空空导弹的一个发射实验 我们说美军为鱼鹰运输机加装武器这个想法我们能够理解 但是未来鱼鹰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确实还没有办法下定论 那么刚才二位也提到了 此前的美军就曾经为它的运输机加装过武器 那么加装出来呈现这个效果可以说也是震惊了世界 在美军序列中有一款十分特殊的战机 就是大名鼎鼎的AC-130 它的前身是洛克希德公司研制的C-130运输机 经过改进加装武器之后 具备了强大的对地攻击能力 虽然出身于运输机 但AC-130火力的凶猛程度 几乎已经超出了武装运输机的概念 据有关资料显示 AC-130通常配备12名机组成员 其中三人是专职的炮手 这款飞机可以一次性飞行12个小时 携带的炮弹数量达到了上千枚 机身上设置了大大小小个型口径的机炮 其中甚至包括通常由地面部队装备的榴弹炮 这样的重型火炮 在对地发起攻击时 火力可以瞬间覆盖半径超过一公里的区域 炸眼之间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地 摧毁地面上的大型建筑 正因其火力凶猛异常 AC-130也被赋予了一个极为彪悍的名字 叫做空中炮舰 AC-130的发展起源于越战时期 随后这款战机在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 以及阿富汗美军打击塔利班的行动中 有多次影响 后来为了强化AC-130炮艇的攻击火力 与战场生存率 2005年起 美国空军特殊任务指挥部 也开始评估在AC-130上 换装120毫米迫击炮系统 除此之外 军方也在评估替AC-130装上 例如AGM-114地狱火导弹之类 拥有视距外打击能力的武装系统 进一步提升其作者能力 我们说从C-130到AC-130 美国是活生生将一个运输机 打造成了一个空中的炮艇 那美军为什么这么喜欢将运输机 改装成这样的一个攻击机呢 美军构想的话 或者美军经常遇到的作战性 样式的话就两个 第一个特种作战 就特种部队深入敌后的这种作战行动 需要这样的作战形式 第二的话呢 就低强度作战 我们先说第一个那个特种作战 特种作战的话 经常想到的一个词 就是深入敌后 这个深入敌后的话呢 一般你这个部队的话 规模不大 而且部队的话呢 自己能所携行的那个武器 武器的种类 单药数量是不大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它特别需要的是有一个伴随火力 但是这个如果你要采用 比如说常规的 比如说远距离的固定翼飞机 进行伴随火力支援的话 这个不太现实 而且呢 制空时间又不是特别长 直升机的话 距离又不够 而且直升机的火力也 强度也不大 但是运输机就不一样 运输机尽管它飞行速度不大 但是呢 它那个尤其这个 它肚子的比较大 它能装的东西多 可以长时间的滞留在空中 滞留在这个作战区域内 因此可以对地面进行持续 长期的一个火力支援 而且它所携带的这个武器系统的话 又特别适合于这种近距离的 那个伴随火力支援 因此特种部队对这样的火力支援是特别的欢迎 还有一点我们说 鱼鹰呢和C130呢是不太一样的 可以说是不是一个量级的 那么未来鱼鹰如果加装了武器的话 是不是和A4130也是不太一样 从目前看的话呢 鱼鹰的载重量不如C130 另外它的机舱的那个容积体积 也跟C130有一些差别 但是如果考虑到鱼鹰用于特种作战和低强度冲突的话 我觉得改进的可能性和适用性应该差别不太大 它105毫米的炮装不了 装40口径的也可以 装那个6管的20毫米口径的炮 或者是7管的30毫米的炮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尽管这两种飞机的飞行性能有一些差别 载重量机舱都有一些差别 但是从理论上讲 鱼鹰改装武装运输机没有问题 为鱼鹰加装了武器之后 使鱼鹰的战斗力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而为此呢最为高兴的不是美军 而是另外一个国家究竟是谁 我们去看一下 为鱼鹰加装武器最大的授予者 除了已经装备这款飞机的美军之外 另一个国家就是正在积极尝试引进鱼鹰的日本 据英国媒体今年11月24日报道 日本已经宣布将采购一批 由美国波音和贝尔公司联合研制的鱼鹰旋转转弦机 采购经费将从2015年度国防预算中划播 日本防务省网站近日公布的预算文档显示 其轻转弦翼机采购的来源选择已经开始 而且波音公司发言人也证实了日本将采购VR的消息 文档中也没有指明采购数量 但据贝尔公司首席执行官透露 日本已经划播了17架VR的采购预算 日本防务省网站称 这批机队将用于增强两栖作战中的兵力部署行李 除鱼鹰之外 日本另一款备受争议的装备 出云号准航母也传出了最新消息 据媒体在今年11月24日报道 日本出云号已经完成了五次试航作业 并在2015年春天服役 届时如果日本成功引进鱼鹰越出机 这款飞机也将被配备在出云号上 这个组合将大大提高日本的两栖作战能力 日本虽然拥有几艘上万吨级的准航母 可搭载直升机甚至是F-35B战斗机 但空中力量无限 在两栖作战中无法像美军那样 为登陆部队提供强大的空中火力支援 所以即使日本装备了鱼鹰 这种极度缺乏自卫能力的飞行器 也很难真正派上用场 然而为鱼鹰加装武器 似乎彻底改变了这种状态 因此日本似乎比美军更需要武装版的鱼鹰运输机 我们说日本和美国不一样 它没有航母 空中的掩护能力就差了很多 那么如果鱼鹰加装了这样的一个武器的话 那么是不是应该更适合日本 首先第一条 日本非常想拥有这种武器 这是确定无意的 因为日本目前它所处的这个环境 它觉得跟北面跟俄罗斯有北方四岛之争 向西面跟韩国有独岛主岛之争 向西南方向又跟中国有钓鱼岛之争 所以看来日本把夺岛作战 作为它未来作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战样式 如果要想多早作战 这鱼鹰还真用得着 就是比起来它那些固定翼飞机来说 鱼鹰可以长途跋涉 因为它的航程足够远 能够最大航程到三千多公里 这个航程是足够远的 比直升机远多了 第二它可以垂直起降 就是说我在军舰上起降 像它的那种两气登陆舰上 一点问题也没有 第三是它可以运人 运物资 到一些条件不太好的小岛上去落 这都没有问题 最后一条就是 一旦它不需要落 它需要去偷袭 它可以加装武器 所以我觉得日本很想用 很想获得这种飞机 说明它夺岛作战的想法 越来越强烈 但是我们从客观来看 往往美国在出售给日本飞机的时候 会摘掉一些对地攻击的武器 那么未来它有没有可能会出售 这个武装版的鱼鹰给日本 我们今天所说的鱼鹰加装武器的话 大家要注意一个词 是加装 而不是一个完全重新设计的 一个武装型鱼鹰 对 那么这两个是有本质区别的 因此这种加装的话 你随时可以添加 也可以随时的撤出 我举个极端的例子的话 当时在冷战期间 美国曾经构想的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 或者一个场景 就是冷战爆发 欧洲大战爆发了 美国要从北美大陆不停的往欧洲大陆 通过运输机来运送人员和物资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担心的是苏联会派出一些运输机 或者大型飞机 伪装成西方的飞机来混入到这个航线里面 你也看不出谁是谁 但是这个运输机里面就加装了很多的空空武器 空空导弹 这个一架大型的运输机里面 我们可以想象可以载几十枚的空空导弹 这种空空导弹 打对方行动迟缓的空中运输机 可以说一打一个准 所以说这种加装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日本 我们尽管说它没有自己独立研制战斗机 这方面的经验或者能力 但是在这么一种运输机上加装一些简单的武器战的话 这方面能力的话 日本还是有的 所以拿到这款加装了武器的鱼鹰 对于日本来说难度并不大 但是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另外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究竟是什么 我们去了解一下 2014年5月19日 一架美军鱼鹰运输机 正在北卡罗来纳州星河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进行飞行训练 机组人员像往常一样操作飞机进行着各种动作 一切看似没有任何异常 然而没有人注意到 此时就在机舱之内 有一名士兵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士兵失足坠落 地面莫名其火 鱼鹰发生离奇事故 这一切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后他们没有关闭的话 我们不能够简单的认为就是一次责任事故 飞行试验损兵折将 美军急于装备鱼鹰的背后 到底暗藏着怎样的玄机 他也不适应 还人家怎么都不对劲 感觉都不对了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美军新概念装备再次变身 加装武器的鱼鹰运输机 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空中炮剑 就像那个咱们打平方球的那个直拍选手时的 正手能攻反手不会攻 食俗坠落地面其火 鱼鹰再出离奇事故 究竟是因为天灾还是人祸 这么坐在那个这个机场内 甚至两条腿还挖在外面 武器进口一波三折 日本预引进武装版鱼鹰到底能否如愿以偿 出现有这么一个购买机会的时候 那么它不惜代价也会有功 另类战机颠覆传统观念 鱼鹰能否会成为左右胜负的关键 我就在这树后面像藏猫猫似的 那么跟你飞着玩 沙场推出 扛起武器的另类运输机正在播出 今年的5月19号晚上6点左右 美军一架鱼鹰运输机 正在北卡罗兰纳州的美军基地上空飞行 此时这架鱼鹰的飞行状态 非常好 没有任何可能出现事故的迹象 然而谁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这时 突然有一名士兵从飞机的机舱中掉了出来 在这架鱼鹰飞行至距离基地约72公里处时 一名机舱中的士兵突然从飞机后舱门处坠落 据报道显示 当时这架鱼鹰的后舱门正处于开启状态 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 该基地人员发现了这名士兵的遗体 这起事件让人们不禁联想到了电影《黑鹰坠落》中的一个场景 当时一名美军士兵在直升机滑舰过程中突然坠落 导致了后面一系列悲剧的发生 然而相比之下 美军鱼鹰此次出现士兵坠落的事件并不是发生在战场上 只是平时的训练 而且当时也并未发生任何紧急状况 这样的坠机事件着使令人匪夷所思 虽然美军后来并没有公布事故的原因 但人们却不谋而合地将目光瞄准了飞机没有关闭的后舱门上 此次鱼鹰的后舱门如果处于关闭状态 士兵便不会住用 但据一些资料显示 鱼鹰在飞行过程中确实经常不会关闭后舱门 我们看到有消息说 此次事故的原因是鱼鹰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没有关闭后舱门 并且更加严重的是说 鱼鹰在飞行的时候经常会不关闭后舱门 这个好像是挺有意思的 陈老师您怎么看 这个事故在媒体上进行了大量的报道 我看到这报道里的时候 我产生了三个疑问 第一个 这次事件过程中间 这架飞行的鱼鹰是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间 是不是一直是后舱门没有关 还是只是在某一个时间段 它后舱门没有关 第二个 最后从鱼鹰上坠落的这名士兵 在整个机枪内 他是担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职责 第三个 就是当时的飞行高度是什么 因为这三个疑问实际上是跟这个事件啊 是密切相关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后舱门没有关闭的话 我们不能够简单的认为就是一次责任事故 因为在整个飞行过程中 尤其是对于这样的运输型的飞机型的话 后舱门没有关闭的话是可能存在的 比如说他在空头散兵 比如说他有空头物资 甚至比如类似于直升机 美军的很多的黑鹰直升机或者UHE这样的直升机的话 他干脆就没有 那个侧面是没有舱门的 没有门 这个士兵就是凭空就是这么坐在那个这个机场内 甚至两条腿还挂在外面 在外面拉了 那么在这样情况就很多 这就要看当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他随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 当然我们说了 士兵从飞机上掉下来 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情了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也就是说 美军在日常的训练 包括他可能随行的一些任务过程中间 他完全是处在一种实战化的情况下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 确实也有飞行员驾驶失误的这样的一个嫌疑 但是整个事故归根结底 到底是美国空军的问题 还是驾驶余英飞行员自身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飞行员的问题 机组的问题和机组衬员的问题 因为第一 这个运输机的后舱门打开 就像陈建老师说的 是经常会发生的 就是你有些执行任务 你必须开后舱门 那门开的时候 你上面的操作人员也好 你就要挤安全绳 要上几根绳在哪拴住 防止你掉下去 那根绳还能救你 因为我把你拽回来 那这是必须要做的 但如果你没有挤 你被什么东西晃了一下 或者什么 你一挤根都摔出去了 那就是你自己的 这跟美国空军的规章制度不符 你没有按安全规程操作 是属于这类的问题 所以在这次事故当中 人的因素的比重还是很大的 另外呢 说到鱼鹰出现的事故 曾经有一次非常严重的事故 那么让美军直呼倒霉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去了解一下 2013年6月 在美军的鱼鹰身上 曾经发生了一起非常离奇的事故 据悉 当时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MV-22B鱼鹰运输机 在北卡罗来纳州 戴尔县投弹厂执行一次例行任务 一切进行的十分顺利 这架鱼鹰成功完成了一系列飞行动作 几组人员一边向彼此祝贺 一边驾驶战机返航 但他们没有想到 在最后时刻 意外居然还是发生了 据报道 当时这架鱼鹰在投弹厂的一块空地上降落 飞机的权益逐渐转换为垂直状态缓缓下降 但就在飞机距离地面很近的时候 地上的草坪突然起火 这架鱼鹰也瞬间被大火包围 虽然美国海军陆战队最初表示 此次事故的损失并不大 而且并未透露有人员伤亡的消息 但据后来一系列调查显示 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海军安全中心的数据显示 这次火灾烧毁了飞机机身 造成了7930万美元的损失 据美国媒体透露 虽然美国海军陆战队曾一度表示 火灾对飞机造成的伤害并不致命 但随后便有报道指出 该战机的部分零部件 已经被回收利用在其他飞机上 而这架鱼鹰再也没有飞行过 那么我们看到这次呢 是在飞机降落的时候草坪起火 如果说天灾人祸的话 它应该属于天灾了 但是真的是只有倒霉这么简单吗 显然不是这样的 这个飞机它是 咱们说它是一个偏转悬翼飞机 它着陆的时候 它要把那个悬翼往上 像直升机的那个悬翼一样的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 那个发动机的喷口就朝下喷了 发动机喷口喷出的气流是高温气流 至少有六七百度 这个温度是要有的 那么如果你下面有可燃物 咱别说干草了 就是一块木板房也能给你弄着了 所以你在着陆的时候 你明明知道这方式是要朝下喷的 你选择着陆区你就要注意了 下面有没有可燃的东西 如果有可燃的东西 那你这可不是倒霉那么简单 是你选错着陆厂 你自己找了一个浓郁着火的地方 那你就自己又去点把火 那你这来谁啊 来自己 这可不是倒霉的问题 所以无论是天灾也好 人祸也好 综观这么多事故 陈老师在您看来 余英现在还存在什么问题 个人认为的话 目前包括国内的一些媒体 包括甚至国内 国外也有一些媒体 对余英的事故的话 渲染的比较厉害 实际上我们看一看 余英整个的 国内外媒体报道的这些事故 比较明确的 比如说有那么五六起事故 总共死亡了大概三十多个人 这个飞行整个的发展过程中间 那直升机摔的架数的话 要比余英多得多 在从余英进入美国 现役之后的使用过程中间 他的得到的评价是非常的高的 在阿富汗战争过程中间 那个使用方 美国海军陆战队 美国攻击约罗朔 它是所有飞行器里面 安全飞行概率最高的 它进入现役十年到现在 与直升机相比 它的事故概率不到直升机的一半 我们说余英它是偏转旋翼飞机 从气动布局和飞行的特征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革命性的飞行器 美国从二战结束之后 最早的偏转旋翼的型号的颜值 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开始 美国人已经做了五十几年的努力了 在这五十几年的努力过程中间 也出现很多的事故 最后一直到MVR鱼鹰 基本上这个技术基本上成型了 克服了很多很多的技术难关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待 这一个全新的飞行器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它的一些事故 但是我们其实 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对这么一个崭新的事故 我们要用另外一种眼光 来正确的看待它这些事故 所以我们看到鱼鹰的可靠性 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么差 但即便是如此 还是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指责 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去了解一下 虽然对于鱼鹰的事故率 有被媒体夸大的成分 但据美国官方的调查 这款飞机确实还存在很多问题 2013年11月 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鱼鹰运输机在被核查的 200次飞行记录中 有167次存在问题 而最让美军感到头疼的是 鱼鹰一旦出现大型事故 通常都会造成击毁人亡的结果 而且每一次的伤亡数量都令美军难以接受 1991年6月11日 由于组装上的粗心大意 编号为5号的鱼鹰飞机上的三个倾斜陀螺仪 有两个被接上了错误的配件 结果导致其在垂直起飞后很快就坠毁了 整整一年之后 1992年6月20日 4号鱼鹰飞机正在空中由水平飞行状态 转换为垂直盘旋状态 准备着陆的时候 油箱里渗漏出来的油流入到了右边的2号发动机舱底部 发动机立刻起火 最终导致战机坠毁 机上有7名成员全部遇难 进入21世纪之后 随着鱼鹰的不断发展 其发生事故的严重性不但没有减轻 反而变得加厉 2000年8月8日 在一次很有难度的夜间模拟操作测试中 19名海军陆战队队员 驾乘着14号V22 准备从敌人的基地里 营救出被绑架的使馆工作人员 这次测试要求飞机接近敌人的门屋 并且在营救成功之后 采用高转速模式降落到图森机场 结果 这架鱼鹰在降落的过程中 无幸坠毁 机上有19名成员全部遇难 而在2012年 鱼鹰更是先后发生了两起严重事故 导致两人死亡 五人重伤 一方面我们看到鱼鹰事故频频 而且出事逼出人命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军也宣称 可以摔武器装备 但是不能出人命 那么在这样一段矛盾的情况下 为什么现在美军还是急于要装备鱼鹰呢 最重要的是 美国也的确对这种性能先进的偏转旋翼飞机 比较着急 最迫切需求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那个鱼鹰的最大的用户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它的订单数的话多达500多架 为什么比较着急呢 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随行那个超低兵器前沿 登陆作战 两栖进攻作战的时候 它主要的搭载工具 除了海面上的气垫船之外 主要是靠直升机 那么这种直升机的话 主要是海上轴马CH46型 这种直升机当年的设计的年代比较老了 但是放到现在的话 无论是飞行速度啊 运载量啊 运载能力啊 航程啊等等 跟鱼鹰不能相提并量 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 就是那时候的设计的话 它那个机舱内的尺寸啊 是不是量身定制的 就现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包括美国其他军种 新发展的一些武器装备啊 可能装不到装不进去 这样的话就极大的限制了 你登陆作战部队的一个重装备 或者是其他特种装备的一个发挥 而鱼鹰的话 机舱就不一样了 作为一个新设计的机型的话 它的机舱设计的特别的宽大 基本上美国大部分的现役装备 或者新设计的装备的话 都能够装得进去 它可以搭载24个人 而且机舱特别宽 这也是美国军方 之所以看到有一些事故 但并不妨碍 他们快速装备的一个重要原因 接下来呢 咱们再说说 如果加装了武器之后 鱼鹰的影响 比如说它作为一款运输机 那么如果加装武器之后 对于它的载重 包括气动外形 都会发生一定的改变 那这会不会加去鱼鹰的不稳定性 首先第一个回答你 不会 加一个炮 什么问题都不会有 但你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也不会 影响还会有一点 但是不会有大的致命性的影响 另外就是对鱼鹰 现在目前存在的问题 我需要说明一下的就是 这是一款介于直升机 和运输机之间的飞机 我的看法是 这飞机其实不错 安全性不是很差 是看和谁比 它和美国运输机比 当然不如 因为它复杂了 它对它转 另外操控也复杂 这都需要课问 有一些操控 它从直升机变成固定型飞机 这个情况不一样 操控的感觉都不一样 你从固定型飞机又变成直升机 那操控又不一样 咱说飞直升机的飞行员 你让它立刻去飞运输机 它也不适应 它也怎么都不对劲 感觉都不对了 所以有可能产生操控的错误 这都很正常 但你说这个飞机安全性很不好 很不靠谱 我不那么认为 所以为云英加装5G装备 可以说既有可行性又有可操作性 也正是因为如此 日本坚持要购买 并且已经到了不惜一切代价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今年8月15日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自卫队计划在佐赫机场部署鱼鹰运输机 消息一出 立即引起了当地官员以及民众的强烈反对 实际上 日本军方在多年前已经在考虑引进鱼鹰 但这样一个武器进口计划 却在整个日本引起了一场至今仍未平息的风波 武器进口举国阵斗 日本引进美国鱼鹰到底是服是货 总之它把自己冠名为自卫队 现在你装备了鱼鹰 你可不是自卫队了 全新组合即将亮相 武装版鱼鹰将如何改变美日两期登陆的作战模式 那么有了鱼鹰之后 日本自卫队突然发现 唯有了一个新的亮系作战能力了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美军新概念装备再次变身 加装武器的鱼鹰运输机 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空中炮剑 就像咱们打平方球的直拍选手似的 正手能攻反手不会攻 十足坠落地面齐火 鱼鹰再出离奇事故 究竟是因为天灾还是人祸 这么坐在那个这个鱼塘内 甚至两条腿还挂在外面 武器进口一波三折 日本预引进武装版鱼鹰 到底能否如愿以偿 出现有这么一个购买机会的时候 那么他不惜代价也会有购买 另类战机颠覆传统观念 鱼鹰能否会成为左右胜负的关键 我就在这树后面像藏猫猫似的 那么给你飞走啊 沙场推出 扛起武器的另类运输机正在播出 鱼鹰作为美国新概念运输机 不仅得到了美军的重视 而且受到了日本军方的高度关注 然而出于安全性可靠性的原因 日本民众以及部分政府官员 都强烈反对引进鱼鹰 一时间整个日本因为鱼鹰分成了两派 然而即便如此 日本军方似乎依然没有改变 引进鱼鹰的想法 而就在前不久 他们还为鱼鹰准备了一场非常特殊的活动 近年来 日本军方将很大一部分注意力 都放在了引进鱼鹰上 而鱼鹰也因此成为了日本很多官员的坐驾 今年7月10日 日本防卫巷小野四五点在访问美国期间 专门在华盛顿近郊 试成了美军鱼鹰运输机 8月25日 小野四五点还专程赶往日本左鹤县 就日本自卫队 计划在左鹤机场部署鱼鹰一事 谋求当地政府的理解 然而对此 日本民众似乎仍然无法接受 去年9月29日 在日本资鹤县高岛市 曾经有上千名市民当街抗议 反对部署在冲绳的美军鱼鹰运输机 参加即将在该市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而在今年8月18日 日本山梨县的市民再次举行大规模游行 抗议美军鱼鹰在富士山下进行飞行训练 要求终止演习 出于安全性等诸多因素考虑 日本民众及部分官员 极力反对日本军方引进鱼鹰运输机 并且对美军鱼鹰在日本境内进行演习 训练也提出了强烈抗议 然而针对这种情况 日本政府不但没有降低鱼鹰在日本境内活动的频率 反而在今年10月的防灾训练中 让鱼鹰参加了所有的训练项目 对此有日本媒体指出 防卫省干部想让鱼鹰在日本上空的飞行变得理所应当 用一名日本记者的话来说 就是大家习惯来鱼鹰 其安全性就能够获得理解 日本此时不惜一切代价要引进鱼鹰 我们如何来解读日本现在的心态 日本现在对鱼鹰的确是非常的迫切的需求 尽管现在外媒报道的话 经常说鱼鹰有这样那样的技术问题 经常出现事故 或者是那个摔死人的情况 包括冲城的一些居民都强烈反对 但是日本政府并不是这么看 我想这有一些内在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 日本的自卫队 它对鱼鹰的性能还是相对更为了解一些 第二方面的话 从日本政府或日本的航空工业的角度来说 他们追求这种高科技 高技术的心态的话 是非常明显的 日本现在它自己不能够独立的研制 比如高性能的战斗机等等 但是它这方面追求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 鱼鹰出现之后 很明显它是一个 介于直升机和运输机器之间的一个崭新的飞行平台 它所蕴含的高技术的话 是全世界都看得到的 那么日本基本上 它只要世界上出现什么样的高技术的话 它总是想 我自己最好也能够拥有 所以当鱼鹰出现 有这么一个购买机会的时候 那么它不惜代价 也会要购买 这是从技术角 此外从现实的需求来说的话 日本现在也就专手防卫的话 转向了海外 它更多的是投向了海外兵力投送的问题 包括夺岛的想法等等 但这方面的话 它迫切的需要一些相配套的武器装备 那么引进了鱼鹰之后 对于日本来说 究竟意味着什么 到底是福还是火 对于日本来说 意味着它夺岛作战的能力会进一步加强 也是日本军队趋向于进攻作战的这样一种模式 更加可能性增加了 就是说如果以前它还是专手防御 或者说基本上是自卫型的 咱们说你是航空自卫队 也好是陆上自卫队 总之它是把自己冠名为自卫队 现在你装备了鱼鹰 你可不是自卫队了 你是一支具有进攻能力的作战军队 而且这个两栖登陆的能力 比原来作战半径会大大的扩展 投送部队的数量 运送物资的数量 如果将来再改装成武装型的鱼鹰 那么火力的随行攻击能力都会大大增强 所以我的看法是 日本装备鱼鹰归根结底 就意味着它的进攻作战能力 夺岛作战能力会迅速提高 作为一款运输机 加装了武器装备的鱼鹰 究竟会在未来的作战当中 发挥怎样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去了解一下 今年12月2日 日本防卫省决定为陆上自卫队 装备美军采用的水陆两栖战车 AAV-7 AAV-7可用于登陆作战 在海上可如船舶般航行 且能直接上岸行驶 日本计划在2015年采购30辆 2019年4月前成立陆上自卫队两栖机动团 装备52辆AAV-7 由此可见 近年来 日本一直在大力发展两栖作战能力 而即将服役的初云号配合鱼鹰 也将是一个不可小视的作战 据报道 初云号未来将同时搭载鱼鹰和F-35B两款先进作战飞机 如果鱼鹰加装武器 则意味着它将不再是一款毫无自卫能力的运输机 可以跟在主战飞机身后 甚至直接协同F-35进行对陆攻击作战 随后直接将兵力运送上岸 这无疑省去了在军舰上等待其他战机清除岸上防空火力的时间 大大提高了作战效率 而从以往的战争来看 影响两栖登陆作战最重要的因素 恰恰就是速度和效率 之前我们看到有分析声称说 鱼鹰非常适合两栖作战 那么现在为鱼鹰加装了武器装备 那么两栖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会不会发生改变 当然会改变了 如果日本进行过去的武器装备体系 来进行两栖登岛作战的话 无外乎就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的话就是空降 就日本人有第一空领团 那么他的散兵的作战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他可以从本土用他自己的运输机 来对他的目标的岛屿上空来进行空降 但是空降作战的话 有一些缺点 比如说他的火力 随行的火力是非常薄弱的 而且由于岛屿非常狭小 你空降的兵力是非常有限的 第二种形式的话 就是由舰到岛的这种两栖登岛作战 那么有了鱼鹰之后 日本自卫队突然发现 我有了一个新的两栖作战的能力了 那就是由岛到岛 这个第一个岛是本岛 就是鱼鹰由于航程要比直升机大得多 同时它又具备了垂直起降以及悬停的能力 因此它可以有比如说日本南部的九州四国这样的岛屿 直接起飞搭载大量的登陆作战部队 由本岛来到目标岛屿 比如说钓鱼岛上空来进行垂直登陆 那么这样的话 它的登岛的作战兵力的话 就不再受限于你一艘舰能搭载多少架直升机 那么在登岛作战过程中间 它的类似于初云号这样的准航母的话 我就可以腾出足够多的空间来搭载 比如说攻击机战斗机 夺取制空权的那个作战能力就大大的提高 它不必要再搭载过多的直升机来用于投送登陆作战兵力 而集中力量来争夺战区内的制空制海权 那么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未运输机加装武器的这样的话题 那么如果这样的相关技术一旦成熟 会不会取代武装直升机 很简单 两个字 不会 各有各的用途 武装直升机基本上是在50公里范围内 直接火力支援 而武装运输机 它好处是流空时间长 作战半径圆 但是它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如果对方的防护火力很强 那么武装运输机使用起来是有一定顾虑的 比如说对方有那个俄罗斯那种四管二三毫米口径的自行火炮 那防空火力是很强的 武装运输机可以用它的超级空飞行 隐蔽飞行来保护自己 不被对方发箭 或者说躲避对方的防空火力的攻击 但武装运输机没这本事 你的生存只能寄心望于离人远点 人没有重火力打你 或者说射程比较远的防空导弹或者是高射炮 那么这个情况呢 武装直升机就不怕 你有防空火力的话 我根本让你看不见我 我就在这树后面像藏猫猫似的 那么跟你飞着玩 武装直升机可以做到 武装运输机做不到 所以他们两个人作战的方式和活动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鱼鹰的出现 改变了人们对传统飞行器的认识 而此次美军为鱼鹰配备武器 或许将再次颠覆这一新概念战机的作战模式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将鱼鹰打造成为攻击机 也并不是美军的最终目的 未来更多先进的机械电子设备 可能都将出现在鱼鹰的身上 鱼鹰究竟能否成为下一个空中炮舰 它又将如何改变未来的作战模式 这一切至今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中国将于2016年发射天宫二号 引发媒体关注 保障航天员更长时间载轨工作的技术难题 能否突破 美国政府投资68亿美元建造商业太空巴士 是否意味着美国依赖俄罗斯的尴尬局面将被打破 美国此举仅仅只为向太空输送航天员吗 下期沙场 特邀军事专家陈坚 葛利德 为您深度解读国际间在航空领域的竞争与合作 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